你知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頭幾天不知 後來不知 因為我訂了報紙 都會陸續 我又發生一點 不知道發生什麼 我的感觸最大就是 只不過是26天 香港已經過了 這個 我覺得 後面那家是小的家門 走出來是大的家門 我們都覺得 在這個梁振英傳遺的風塘 赤裸裸去鎮壓民主運動的時候 我相信我從小的監獄 走出來大的監獄 從大的監獄 直到香港 走回這個直到監獄 是發生的 我會覺得 在今時今日最重要的 對著這個共產黨用白皮書 來做一個 向梁振英打氣 希望司法機關都配合來去鎮壓民主運動的時候 我覺得泰民主派和香港人是要起起來鎮壓民主運動 我的看法就是 黃明建宗 果然是要做的 這個辭職公投也要做的 因為在過去這麼多次的證明就是說 這個共產黨和梁振英就是說 我們的電子公投是有水份 很監察的 我們如果是好像2010年那樣 找五個直選地區議員 或者現在是何祟陽議員 或者是逃禁新議員 或者是共產的議員是辭職的 那就會令到所有香港人 有選票的香港人 都可以一人一票去表達的議員 但民主黨在當年的五區公投是沒有的 你去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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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為什麼你現在 什麼令到他們會轉變呢 那很簡單 我已經開了一個謎題了 就是在法律書發表之後 你看到香港是由一個換警察的社會變成警察 而在這個五年前共產黨是說 這個不是終極的 就是民主黨說的話 這個不是中式的普選 所以先代了 那現在共產黨又玩了 就是先代了 那我覺得民主黨或者當年在五區公投那裡 聽了共產黨說的話 去做一些國區公投的人應該有個反省 而且我們一定要團結在一起 我個人是可以犧牲我的臉職 拉一個固然要做 但是五區公投是最好的 我想大家覺得最少好像聽我講的 如果你是說77萬人的電視公投是有水份可以作假的 我們辭職的公投是由香港政府的選舉事務處親自去點票 是一個自由的投票 我在那裡公開挑戰 這個共產黨和它的走狗民間院和保皇黨 夠不夠膽去面前傷 2010年當然不夠膽去面前 2010年民主黨是礙於當時受到共產黨的迷惑 是沒有參加的公投 我現在覺得在最近的抗爭裡面 所有的泛民主派都受到打工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條件是更加成熟 要盡快 如果這個辭職公投是做得成功的話 就是和平戰中是代表絕大部分的民意 是代表民意的多數 你說這個政權還有什麼道德基礎去鎮壓 一個代表香港人要求真普選的公民國學 你都想問一下 其實是否在監禁拘留所裡面有些的投資 還有現在有些有沒有聯合過馬雲 我只不過是一個人在講的 我覺得在過去的爭論一不過抹了它 我講了很多次 我和何俊仁每個人都講了很多次 不需要討論 不需要再考究2010年邊國 如果對 如果不對 2014年大家對就可以了 你覺得是何時啟動這個辭職公投 最佳的自己 要利用這個立法會優會的期間 盡快升級那樣的 可以問一下 其實在裏面會不會都很心急 從事發生這麼多事 其實我寫了很多封信出來 是發表了的應該 因為明告有中學譜 我覺得很得了 有沒有很難捱這20萬人 開桌兩天就這樣 比較遠一點 其實我睡在一間60呎的 奸人囚禁的囚房那邊 我一想就想到 住在湯港那裡有幾個差 頭髮是因為 我們超過複衡遲了 我們稍後再做個超過複衡 這個暫時來說 不是一個最重要的考慮的問題 如果不合作發動 即是市政會不會 加上政府阻礙到那個 還是保守會遲過 其實很簡單的 我問你 如果你發動和平戰鬆的時候 你擔心政府拘捕 擔心他會拍一部 如果發動胡榮 你看到他現在是 所以我覺得在2010年很多的估計 有說如果選的時候 這個保皇黨其實可能贏我們 今天多年 由2010年到現在 每一次全民性的投票 我們都贏他 是不是 我們在地區即使是贏他 我們大量是50元 我們大量贏他15個百分之左右 10個百分之左右 我贏了 謝謝 謝謝